来到了晚上的7点30分 你好我是舒婷 晚上好我是依康 今天是1月23号 你知道Facebook呢 它会有一个trollback 一年前会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几年前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发现呢 去年的1月23号 是农历初二 真的过得很快 而且我觉得它的每一次 因为每年都不一样嘛 所以有的时候会突然间 有那个trollback回来的话 会很怀念很想念这样子 而且你会知道 这一次农历新年 很快又要到了 大家真的是要做好准备 也顺便提醒一下 我们的新闻线 会在农历新年的时候 有一个特备节目 就不管你是 Hakangin 还是广东人 还是Hokkenlang 都欢迎你收听 我们的新闻线的新闻特备 就在新春佳节的期间 会播出的 就希望可以带出各种习惯 在过年的时候会做些什么 当然今天的新闻线 还是会跟你聊 很多的新闻内容 我们来进入 我们的新闻主线吧 新闻主线 敦马为早前发表的 总组言论去到警察局 录工 而他也严余 林冠英发表 差妙论就没事了吗 敦达英的妻子 没有申报财产被控 但是他不认罪 也指责安华滥用权力 通讯部长法米说 送餐员和快递员 可以享有33令吉40GB的网络配套 阿米战说水费涨价 其实是不会影响物价的 所以呢他会对付 趁机涨价的商家 这一段呢要跟大家聊聊 有关钱的课题 因为水费呢 会在2月的时候开始调涨了 很多人担心 水费上涨之后 会不会影响到 其他的物价也上涨呢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阿米战今天强调 调整水费 不会直接影响物价 所以他就警告商家 不要趁着水费涨价 这个借口呢 大幅涨价其他的物价 来谋取暴利 要不然当局是会 采取对付行动 他也呼吁民众 如果在市场上 发现任何的商品 有不合理的涨价 一定要向冒生部投诉 是的 虽然内贸部说明 水费调涨不影响物价 那么3月开始的 SST服务税 调高的措施 又会不会影响物价呢 马华总会长 为加强就说 到时数码服务税 会从6%调高到8% 但实际上涨的幅度 可能会远远高于2% 因为商家可能会 以这一次的涨价为借口 大幅提高价格 他认为Apple Store Google服务 Netflix等等 还有各类的电子商务平台 像是Lazada Shopee Gram 所卖的商品 也会涨价 为加强就表示 在电费上涨后 水费又涨了22% 还有新的税务 接种而来 例如低价商品销售税 奢侈品税 数码服务税等等 他担心人民 没有办法应付生活开销了 真的 新税务真的是接踵而来 我们也担心 这个物价会不断的上涨 但是看到 其实这个涨价潮的步伐 没有停过 比如说 在KLIA的机场的停车费 也是有上涨的 KLIA最新的收费指南显示 小型巴士 或者是旅游巴士 如果在第二中站的等候区 是停车少于15分钟的话 会被收八令吉 如果超时的话 会有额外的收费 大马小型巴士司机工会 针对这个最新的停车费 感到很不满 理由就是 之前的停车场的收费 只是四令吉 那现在就调高到八令吉 等于是涨了百分之百 涨了一倍 他就恳请管理层和司机们 要展开对话 也希望可以恢复更早之前 这个收费的制度 就是豁免守15分钟的停车收费 除了停车费 还有一样东西 可能会在今年涨价 那就是钻石 所以准备在今年求婚的朋友 可要注意了 商业内幕的报道 过去一年里 钻石销售低迷 钻石价格也暴跌大约30% 来到了今年 有钻石领域专家就指出 由于钻石供应更吃紧 需求更旺 以及越来越多情侣 准备在今年也就是龙年举办婚礼 预计将进一步推升 钻石价格上扬 部分分析师就预估 接下来一年 钻石涨幅可能会达到10% 对 钻石可能也不是每个人 会在今年求婚 我们就来说近一点的 像是大宝森节 会在这个星期四 就是后天的时候登场 那这个节日呢 需求量最高的就是椰子 椰子的价格同样是上涨的 槟城消费人协会对大宝森节的开销普查发现 由于椰子的货源短缺 预料椰子的售价会从每一粒 一令吉六十仙涨到两令吉二十仙 或者是两令吉五十仙 冰销协教育组主任苏巴劳是说 为了避开浪费椰子 可以做的呢 就是每一名信徒 只破一粒椰子就好了 不要抱着那种破越多 就祝福越好 这样的一个心态 他觉得呢 可以把这个准备买大量椰子的钱 捐给有需要的人可能会更实际了 是的 涨价涨不停啊 希望今年的物价的涨幅呢 是可以慢慢的减缓 让我们可以喘喘气 政府就有体恤外送服务员 生活开销的压力 因此呢 通讯部长法米今天就宣布 从现在开始到四月二十三号 送餐和包裹外送服务的司机和摩托骑士 可以享有第一到百分之三十三令吉 而且拥有至少40GB的数据的网络服务配套 法米说这个配套啊 将提供给国内十六个送餐 和包裹外送平台的外送服务员 而这也是政府协助有关群体的第一步 其他的援助措施呢 将会陆续有来啊 好了 这个措施呢 可能就会让二十万名的外送员受惠的 那法米宣布这一项网络优惠配套呢 真的是希望可以帮助很多的外送服务员 因为呢 法米日前他在脸书有分享一个故事 他是说呢 有一名送餐员叫做纳兹鲁 他的生活面对到困境 他有两个孩子 然后呢月入室四千令吉 因为他的妻子没有工作 所以呢 根本没有办法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 法米是说更伤心的是呢 纳兹鲁已经有两个月 没有钱还电话费了 为了还电话费呢 他还向朋友借两百令吉 因为你知道作为送餐员 电话也是他们的必需品之一 所以呢 就希望通过这个非常优惠的网络配套措施 可以帮助外送员啦 是的 提到有需要的人啊 国家元首东姑阿都拉陛下呢 是更加不遗余力的帮助有需要的人 国家元首秘书纳靖就说 陛下在疫情期间 就向他发出指示 那就是为受疫情影响的家庭 以及在屋子前生白旗 就是之前的白旗运动的家庭 提供相关的援助 陛下要他计算吉隆坡有多少户家庭 是生白旗所提供的援助 也都是陛下自掏腰包的 那竟说 能拥有一位爱民 受到全国百姓爱戴的援手 是马来西亚人非常幸运的事情 他也说 不管陛下是否依然是国家援手 陛下依然会帮助人民 因为呢 陛下将会在这个月尾 也就是30号就卸任了 好了 我们转看另外一个焦点 那政府呢 和机场快铁有限公司ERL 今天签署了延长特许经营的合约 就是呢 ERL把这个特许经营的时间 是从2029年延长30年 一直到2059年 新的合约 其实有个条规 就是呢 允许ERL根据市场的考量 去调整他们的车资 就是有可能会上涨哦 那交通部长陆兆福是说 新的合约有提到 政府从2029年开始 就不再需要支付乘客服务费PSC 或者是任何费用给ERL了 而ERL呢 所征收的车资就需要相符 就比如说ERL在获得利润的同时 也一定要为顾客提供最好的服务 但是ERL的首席之星援诺马是说 那市场现在还在复苏当中 所以呢 那他们暂时没有计划 要调整机场快铁 就是ERL的票价 我们要谈谈过去周末结束的一场 热血沸腾的赛事 1月21号的晚上展开 第二季MBL冠军战的次回合 大马兰总体育馆可说是爆满 最终是由森美兰金群利 以83比66战胜了柔佛南湖拿下的冠军 因为赛事是采取三赛两胜制 所以金群利是以2比0的总比分直落胜出的 那这是金群利继上个赛季之后 再次赢得了联赛的冠军 所以要恭喜金群利获得冠军 那金群利的当家球星 每每就是陈俊宏就被评为常规赛本土MVP之后 又在加冕决赛最有价值的球员FMVP 那第二季大马篮球连退MBL 是从去年11月24号就开打了 历经了两个月 这个赛事总算是落幕了 那从球馆刚刚提到是爆满 这样的情况可以看到呢 国内的足球发展确实是令人期待 对 篮球的发展尤其是 对 国内篮球的发展 那大马篮总秘书长陈其贤 他受访时有提到 联赛还在一个投资的阶段 没有那么快的收成 他认为今年的赛事 做得比去年更好 更上一层楼 他也非常感谢大家 支持本地篮球 今天的新闻线一开始 就跟大家谈了很多物品 可能会在今年涨价嘛 那说到调涨税 还有涨价陆续有来 你的感觉是 是 你可以到 988的官方脸书呢 来进行投票 跟我们互动了 你可以到这个贴文下面呢 去react set 来表示又怨又无奈 是担心生活很多压力 或者说你觉得 有心理准备 或者是已经麻木了 没感觉 你可以react 一个wow 来让我们知道了 不管second wow 感觉都是蛮悲的一个情绪 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的情绪 关于调整税跟涨价 都可以在现在我的帖子下留言 希望大家的生活 可以过得很好 everything is alright 988新闻线 欢迎回到988新闻线 你好我是舒婷 你好我是易康 那财政部前部长 敦达因的夫人杜潘纳伊玛 今天是被反弹会控上了法庭 纳伊玛是因为没有向反弹会 申报他名下12项的资产 包括Ulham大厦 两辆豪华轿车 还有吉隆坡和槟城的资产等等 而抵触了反弹会法令第36-2条文 一旦他罪成的话 可被判处监禁最高5年 以及罚款不超过10万令吉 但是纳伊玛在庭上是否认有罪 也以25万令吉保释了 法庭是责定案件在3月22号过堂 是的 纳伊玛也对媒体再次表明 他没有犯罪 他会在法庭证明这一点 他说真正的犯罪 其实是有组织的阴谋 他甚至点名了首相安华 滥用权力玷污她的丈夫 也就是敦达因的名誉 他质责安华对敦达因和她的家人 进行政治报复和惩罚 甚至犯话说 安华的这种权力是短暂的 而且滥用权力的人 最终会受到惩罚 那我们聊了敦达因的妻子 被控的新闻之后呢 也要聊聊敦达因的好朋友 敦马哈迪 马哈迪今天和非政府组织 国土捍卫者PETA 聚集在国家皇宫外 为什么呢 目的就要向国家元首 苏达多拉陛下提成备忘录 来捍卫马来军主治 还有国家主权 马哈迪认为 穆斯林现在会出现自杀 或者是杀害父母 这一种伊斯兰禁止的罪行 是因为国家管理出现了问题 导致他们过于压抑 还有失去依靠 所以他敦促陛下 要听见人民的心声 去改变国家现在的情况 那由于集会的主办方 没有向警方通知 所以15杯的警方 也派员到场驻守 严正以待的 是的 其实马哈迪是很忙的 因为他早上参与了这场集会 下午就被警方录取口供 来调查他早前发表 华裔印译不忠于国家的言论 马哈迪在结束录供之后 召开记者会申诉 自己到目前为止 已经被警方盘问了十字 就好像他是惯犯那样 而且马哈迪说 今天有多名警察 向他录取口供 问了他19个问题 但是自己是选择性 回答一些问题而已 至于是哪些问题 他没有回答呢 马哈迪给出的答案 就是针对他早前发表 华裔印译不忠于国家 言论的相关问题 这个关键问题 他没有回答 他就说他只会在法庭上 回答这个问题 马哈迪还放话说 如果要说他涉及 贪污政府数十亿令级 那就请安华拿出证据 而不是叫他的儿子米詹马哈迪 去指控父亲 当然马哈迪也有调侃 他说那些没有成为敦的人 然后有47项控状的人 被释放了 但是像有敦的人就被调查 包括他自己或者是敦达因 他也有点名 像是财政部的前部长林冠英 发表一党执政 就会拆新都庙的言论 可是林冠英没有因此被对付 他也质问 是不是说支持政府的人 发表种族主义的言论 就没有事情 反而反对政府的人 就会被警方盘查呢 那无论如何 他就炮轰安华政府 只会顾着打压政敌 根本不懂得治理国家 是的 除了马哈迪 也有人炮轰安华 不懂得治理国家 也就是国盟主席慕尤丁 慕尤丁就斥责安华 只顾着打压政敌 而非处理人民所面临的困境 他说政府提振经济不利 导致令级不断贬值 国民生产总值 GDP也不如预期 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 到目前为止 他还看不到首相 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来解决越来越糟糕的民生问题 真的 百物价格一直在上涨 就希望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虽然最近的确是有政治人物 相继被提供或者是调查 但是团结政府发言人 兼通讯部长法米强调 这一切调查都是依法进行的 不是他们所说的政治报复 他说政府没有干预反弹会 对任何一名敦和家族调查 包括前首相敦马哈迪 还有财政部的前部长敦达因 不管怎样 法米说如果有任何人是涉及 跟人民钱有关的话 政府就会有权利调查了 是的 不过早前马哈迪就曾经说过 安华并非是合法首相 而是在默允的情况下才得以认相 法米就回应说 马哈迪不应该企图通过恐吓的手段 来实现他的政治目标 因为首相安华确实在大选当中 赢得了大门议席 反观马哈迪不仅输了 弗洛交易的国会议席 还失去了暗柜金 法米就认为 马哈迪应该努力为国家 留下一个纯净的遗产 并且期望马哈迪在形势上 能够更加的谨慎 好了 不管是什么的案件 只有等到当局的调查结果出炉之后 才可以知道 到底这个人有没有犯罪 不过呢 现在可以知道的是 我国税收的目标 可以告诉你 因为安华呢 是希望关税局 可以在今年的时候 达到560亿令吉的目标 安华今天有表扬关税局的表现 因为关税局在去年的税收 是有551亿令吉 这项成就呢 其实也缔造了历史 希望今年可以更高 他说呢 关税局没有发生披露 还有浪费的情况 也没有让一小撮的人 把财富转移给自己和家人 所以才可以创下令人骄傲的税收成绩 那安华又说 关税局的税收 不只是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更重要的就是为社会的各阶层人民 带来好处 是的 接着我们就要关注几宗案件 首先就是发生的一期惨案 一名华裔智障女子 因为责骂和掐保姆的两名爱孙 结果遭到保姆和家人的虐待 还被活活打死 酿成了悲剧 警方已经逮捕了七个人协助调查 包括保姆和他的儿子 女婿父亲等等 沙登警局主任安巴拉干就指出 女死者的身上是发现了 有大量被烫抖 也就是运抖来回烫伤的痕迹 嫌犯的公子也说明 他们七个人除了用手围殴 有的还用脚踢 甚至用木棍藤条和球棍等等的方式 来虐待死者 警方表示解剖程序 正在进行当中 目前结果是还没有出路的 具体的死因还需要调查 并且呼吁知情的民众 可以提供更多的详情 好了 接着要聊的另一起案件呢 其实是涉及黑警 那早前呢 有四名黑警 在一场倒破搁冻水的活动中 撕下去勒索嫌犯 要求嫌犯 每个月缴交保护费 这等于是明知故犯耶 那这起黑警勒索案呢 是发生在去年的11月18号 有关的黑警是把嫌犯 押到了银行去提款 要求他们每个月都要给钱 如果给钱的话呢 他们才会让这些嫌犯 经营搁冻水的生意 那根据了解 四名嫌犯呢 都是雪州某警区总部的警员 警方目前已经逮捕了涉案的三名人 年龄是介于26到35岁的警员 也追击另一名再逃的嫌犯 是的 任何的犯罪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包括性骚扰 早前有网红遭遇了性骚扰 导致人心惶惶 让民众也开始警惕了 律师工会就提醒 对某人眨眼 吹口哨 甚至抚摸 抚摸当某人的头部 或对个人外表的不当言论 都可以构成性骚扰 律师工会就只说通过手势 或令人不舒服的肢体接触 即使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进行 也是不恰当的 当局就建议受害者通过 这个同业支援网络 对性骚扰的事件做出投诉 他们保证呢 会对投诉人的身份是进行保密的 所以记得啦 性骚扰呢 不是说只有碰到 让你不舒服的时候才算性骚扰 即便是他的眼神 或者言语之类的 对你有不舒服的感觉 你也可以去投报的 像是我们公司的那个电梯口 其实他有贴一张防止性骚扰的纸 就是no means no 如果你是觉得真的不舒服的话呢 记得要去投报啦 来 今天的现在我呢 要跟你关注民生课题 因为很快的陆续有新税出炉 这种调税还有涨价潮陆续有来 你的感觉是 是我们看到了有超过84%的人 是投票认为说很埋怨 但是又很无奈 而且是非常担心生活压力的 当然也有16%的人是说 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但也有可能是麻木了 没有感觉 没有办法 生活还是要一样过了 非常感谢你今天参与我们的 现在World 那现在World呢 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新闻线 都会有的 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参与 我是舒婷 我是依康 明天我们继续跟你聊新闻